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通过传统医学的方式治疗 可能就是寄希望于中医 据亚洲国际新闻ANI报道 习近平的健康就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健康状况一样 是一个受到严加保守的秘密 外界只有通过观察和推测他们的健康状况 在2020年COVID-19疫情开始流行时 习近平在深圳向大众演说 有部分观察家发现他说话的语速缓慢 甚至途中出现了咳嗽的状况 而习近平在2019年3月出访意大利时 也被人拍到他步履为奸的模样 就像是甚至还要把行人协助 而在去年10月 习近平出席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 自此时 语速缓慢 不断咳嗽 不停的喝水 到了12月份 更是传出 习近平需要接受颅内动脉瘤的手术治疗 健康状况令人质疑 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应该是严格保密的 至于为什么有此类消息 报道并在网上流传 可能是中共内部有人故意放风 或者是习近平的政敌向媒体透露消息 至于可信不可信 我认为有待观察 好了 这次就和各位朋友 网友们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